做真正的战士 你们英雄行动 末日营救 和生存模式的作战方式 你们马上就会用到的 作为全新的次时代游戏 使命召唤Online 在PVE上面做足了功课 在次时代的游戏中 有次时代的模式 PVE铁三角之一的僵尸围城 玩家不用面对飙雪的奇怪僵尸 在僵尸围城的世界里 冰冷的机械体 如同僵尸一般 疯狂的袭击人类之间 双眼闪耀的蓝光冷酷无情 在这个来自未来的模式中 会有很多次时代的武器 可以使用 现如今的僵尸围城模式中 有三大地图可供选择 分别为机械体研究所 前兽战和恶灵沼泽 每张地图通关后 都有可能获得 专属的名片以及装备 玩家在初期做的事情 大致就是杀僵尸 补窗户争取电池 补充弹药 听起来 毛刺非常简单 不过僵尸速度较快 一不注意 僵尸就会破窗而入 有时甚至造成团灭 僵尸围城模式下 推荐现弹枪作战 现弹枪可以击倒机械僵尸 大大提高玩家的生存率 同时 玩家可装备被动技能中的双倍火力 来另外装备一把威力高的步枪 例如阿卡斯基 M16A4等等 既然选用了步枪 被动技能3的稳定瞄准 会提升你的命中率 毕竟在PVE模式中 直接射击的时候会更多 被动技能1 可根据自己的喜好 四选一 PVE铁三角之一 绝境求生 有六大地图可供选择 这些地图 你在PVP模式都能见到 模式规则同名称一样 简单来讲 就是要活下去 抵抗一波又一波敌人的侵袭 在此模式下 通过击杀敌人来获取扑克牌 用扑克牌来换取弹药 技能防弹1 以及连杀技能 通过这些 来帮助你坚持到战斗结束 相同点数的扑克牌越多 可换取的技能越强大 大小王可以当作任何点数来使用 在这里说到几点值得注意的地方 敌人直升机来袭 一定要找好掩体躲避 一般团灭的弦奏 就是飞机出现 被动技能1 建议使用快速换弹 来应对潮水一般的攻击 被动技能2 建议使用侦测免疫 可以让你肆无忌惮地打飞机 被动技能3 使用攻城兵 在队友倒地之时 最快地将他救活 最后的PVE模式 名为漠视反击 其中漠视营救 整合了僵尸围城 以及绝境求生的部分玩法 在漠视营救模式中 不仅要保护好你自己 还要搜寻幸存者 并带领幸存者到指定的撤离地点 让他们搭乘直升机离开 在漠视营救中 你同样通过获取扑克牌 来换取背包或技能 3个相同点数的扑克牌 换取排击炮 4个换取空队地导弹 5个换高爆子弹 掩护幸存者离开之后 会遭遇BOSS母舰 你需要在机械母舰强大的攻势下存活 将母舰击退后 玩家有一分半的时间 登上救援直升机进行撤离 在漠视反击中 推荐的枪械和被动技能 大致和僵尸围城 绝境求生一样 在这里就不重复说明 关于使命招网昂赖中的 PVE三大模式 节目中提到的仅仅是冰山一角 每一个模式下 都有非常丰富的游戏内容 可供体验 这些内容需要你亲自到游戏内去探索 敌人打退了 干得漂亮 在你们的打击下 敌人像杂牌军一样溃散了 一一为你们感到骄傲 看来英雄行动 末日营救和生存模式 确实是磨练新兵的好战场 现在你们完全有能力 去完成新的任务了 在说完了PVE三大模式之后 PVP模式同样也是使命招唤 昂赖中的重中之重 那些在PVE模式被遗弃的被动技能 在PVP模式却能如虎添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